好 接下来看到台东县关山警分局远警 在4号下午接获了辖区超商店员 通报疑似有诈骗的案件 那么警方是随即赶到现场来了解状况 有一名成心女同学遭到诈骗集团以购物 尚未完成缴款的程序 要求依照电话指示来汇款新台币16000元 在远警接过诈骗电话并且表明身份之后呢 对方是随即挂断电话 那么在远警及超商的联手之下呢 顺利保住女同学的金钱 警方接获电源的通报走进超商了解状况 在得知女同学被要求依照指示进行汇款时 警方立即提醒女同学 这是诈骗手法切勿上当 视率晚间6点多左右 关山警分局关山派出所 接获辖区店员超商通报 表示有一名女学生在提管机面前不断讲电话 因此请求警方到场协助 而警方到场了解后 该名女同学向警方表示 自己连续接到自称为FB卖家的电话 说她购物尚未完成缴款程序 要求她依照电话指示 汇款新台币16000元 而远警当场接过电话 并向对方表明身份后 对方随即挂掉电话 诚信女同学这才惊觉这是诈骗 LINE 脸书 IG 推特及 YouTube 等网路影音社群 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诈骗集团利用超低价及高 CP 值的一页式广告 而关山警方局也再次呼吁 如果接获要求操作提款机的电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诈骗手法 如有一律可以先将电话挂断后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进行求助 以免遭到诈骗 记者 陈吉林 关山镇报导